美董事长这次生病 我给他带了点水果 还有我亲手煲的汤 一定会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 前途无量 董事长 董事长 听说您生病了 我们心中是万分着急 今天我们组建了慰问团 亲自来慰问团 一来三十年级砍花 三十年级结果的水果送给董事长 祝董事长早日开放 别费心了 送水果的想法 居然和台主管装上 魅董事长肯定会觉得 我送的东西没有心 还好我有两手准备 董事长 这是我亲手给您熬了二十四小时的汤 您不是再喝口气汤了吗 你想还就是你懂我 我现在呢 这心心念念的 就想着这口汤呢 这还没有 不会吧 怎么你现在也会给魅董包汤呢 这让我怎么办 真香啊 还是熟悉的味道 以后呀我每天都给您熬 那您废心啦 应该的 哎呀 润桐 你也来了 带了点什么呢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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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手 董事长 工手 嗯 看到了吧董事长 董事长 你为公司操劳一生 也没有找个伴 工读了大半辈子 如果您不嫌弃的话 我想送你一个惊喜 哦 爸爸 哦 郑伯 没想到你平时都跟闷口路似的 这关键时刻真是让人刮目相看了 等一下闭嘴 怎么跟少爷说话的 少爷 有什么吩咐尽快说话 我爸这儿有我的 你们有事就去忙吧 不要大辛苦少爷了 没事没事 人对来要给您派车嘛 不用不用 我一会儿扫个马 行谢谢啊 谢谢 谢谢 王 陈祥六点半